嗨,大家好,我是David,欢迎今天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就要向大家讲一讲,快冬季,已经是冬出了 怎么给我的洗衫的植物施肥 那么其他不洗衫的或者是其他一般的植物施肥的方法 那么和这个差不多 今天是11月21号了 星期天最高温度8度,最低零下1度 明天是星期一,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最低温度零下6度 明天已经是小雪了 昨天跟我父母通视频 我爸才说,我还一直以为是秋天 我爸已经说,马上就小雪了 好像秋天就在昨天,但是又那么快 已经马上就是冬天了 那么我也,我跟前呢,大家看到一边呢,就是我的Compost 一边呢就是Peat Moth 我这样我给拿钱一点,大家看清楚一点 你看我左边,左边这一堆呢就是Peat Moth Peat Moth,你看很疏松的 毛茸茸的,像那个灰熊的毛一样 就Peat Moth,这个是增加透水性 但是呢,不单增加透水性 今天我的用处就是说,它是一个增加土壤的酸性 这个就是我的Compost 那么我今天呢就是说用冬粗嘛 或者说你那个粗春也可以 就给这些你的庭院植物撕一点肥 那么我就是,如果是其他的一般的植物呢 就专门用Compost就行了 Compost呢,你那个在这个植物的表层 表面呢盖一英尺,一英寸到两英寸就可以了 那么因为今天呢,我主要要给我的杜鹃 我有四颗杜鹃,三颗蓝莓 这些都是喜欢酸性的植物 所以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土壤又是碱性的 所以呢,我呢就是说,有个配方 就是52%的Peat Moth 增加酸性 然后呢,一半的Compost Compost就是我的肥 那么给它混起来,混起来了以后呢 再就是说,再施加上去 好,我给你配一配 那么这个配就是刚才说了 就是说1分之1的Peat Moth 然后呢,再1分之1的这个Compost 然后两个呢,和面吧 咱们做饭都是和面 就给它这样拌起来 拌匀了一点 看我这个牛油果这个盒子还在,无所谓的 反正是Moth嘛,就是铺在那个表面 就它去 有的就是说你的Compost 不一定说就是百分之百的 全都是 decompose好的 反正有的呢,还可能有点什么木头棍啊 什么东西啊 就都是可以的 不是说Rocket Science那种 所以呢,甚至还有些根什么东西 原来就是说东西放在那边 把它弄碎一点也可以 但是这个还有什么 刚才看到个塑料布就要剪出来 塑料布不能放进去 给它拌匀一点比较好嘛 你看就说 这么拌了以后 你看这个连这个土也是很疏松的 所以说为什么说咱们说 你去盆土啊 要用这个Pete Moss 或者Polite一边的增加透气性啊 你拍好了土 如果用在画片里面怎么感觉好呢 你看这一捏 你看它不撑坛 一松手 你看这样是捏成了一个坛 但是一放呢 又疏松了 所以就土的疏松不疏松了 这样都可以判断出来 抓一把 如果是你这个抓了一把以后 一个坛它不散开很难 就说那就是说你这个太太那个捏了 你需要配更多的那些 Polite或Pete Moss啊 或者是就是你增加透气性的 如果是想这样 一松开手就散了 那就是说 很合适 就说明透水性很好 这个肯定好了 因为是50%的Pete Moss Pete Moss占的很多 所以呢 透水性肯定好了 我这当然不是为了透水性 主要是增加它的酸酸度 还有鸡蛋壳 反正这个Compost里面还没有弄好的 都是无所谓的 这样就说 这样就说 我就给它配 现在我感觉差不多了 配的比较匀了 形成一种比较均匀的 那这个就是说 可以就说用于洗酸植物的 你的就是冬粗或者是粗春 这个四肥 那么对其他的植物呢 刚才说了 你就专门Compost就可以了 在这个植物的那个表面呢 铺上一到两个英寸 也就是三到六毫米 六厘米左右厚 就足够了 这样就说它在慢慢呢 有些蚯蚓啊 还有下雨啊 下雪啊 它慢慢就会 那个养分就会 渗透下去 被那个根部所 吸收 好 这样我配好了 我就准备去私家了 你把衣服也穿好 穿了哪个一盒 第二 我带你去看 那我这一棵呢 是一个 PGM的Rodent Dungeon 就是说PGM的杜鹃 开的那个紫色的花 这一棵呢 并不是说长得太好 下面看上面呢 有的就死掉了 下面呢 又发出一些新的 这个也是三四年四五年有了 因为这个是 种在松树我的那个Spros底下 所以呢 就说 有时候光线不是太好 上午呢稍微有一点点光线 但是呢 不是说特别好 因为冬天呢 有风吹 以前呢 过冬也没有保护 就是风吹的 本来也是吹 吹冻死了 但是这一两年 我就用那个Bolab 麻布呢就给它保护起来 所以呢 现在呢好一点了 好 现在就说 我就给大家示范一下 怎么就去把这个 我这个配好的酸性的肥料 给它施加在这个 你就先倒上去吧 全倒上去看 然后呢给它摊开 但是就说 不要就说紧靠着它的那个根部 因为这个 我这个底下是个pro 所以我底下就不弄了 就在这一块 你看离这个根 离它这个滋干 根儿稍微有个一寸左右的距离 这样呢就说 这么一层 这样它就是 看 就好了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好 我再带大家去看看其他的 反正新一天嘛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 那这个 这一棵呢 就是咱们前面也介绍过的 就是说 Northandlice Adelia 那么我就给它周围 一个ring 一圈 给它 撒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为什么说 独鹃花鱼 你如果就是说这个 没有这些山性的 皮特帽子或什么的 当然最好有 没有的话呢 就是为什么我种在这些 啊 猪林坡啊 或松树底下呢 因为这个松针 特别是绿的 它也是有山性的 所以就是吊的呀 什么的 就我也堆在这个 它的那个 啊 周围 这样就是也帮助它这个 这个土壤的酸性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看就是也差不多 我用了五分十分钟 全弄好了 你看这一颗是开红花的 就这么小 贴的地长啊 能有三四四寸五寸吧 15公分左右高 就这样贴的地皮 你看都在这秋天 现在就是初冬了 叶子也是变红 看我就给它撒在这个周围 那么一个圈 就像了一个ring一样 中间呢 这个 给它空着 啊 也是有些松针 有些松针呢 就是让它就落在 放在这个地方 让它增加它的酸性 那么后面那一颗呢 你看现在开始变 叶子也开始变红了 那个也是一个 你看黑黑的那块 也是刚才铺上去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刚才铺了 没铺满 因为剩的也不多了 没有了 但是也是够了 有这一颗呢 就说很破了 长得很好 嗯 也是有一圈 那么在后面呢 大家要去看看 我有三颗 看看这个 这个月节 还是在开 这个都开得不好了 栽的黑了吧 去掉 不要了 看 但是你看花朵 还在上面 我这还有呢 三颗这个 blueberry 蓝莓 看这颗也是 现在已经钓 钓完叶子了 这个是今年 今年买的 它能长 五尺 高左右 所以现在还是很小的 那么这一颗 它是长了 好多年了 当时 买的是 洛根 在前一 第一二年 扎根 不怎么长 但是第三年 第四年 长得挺好的 还结了很多果子 但是现在又 开始衰败了 可能开始 那个 它带着 包两堆土 酸性比较好 后来慢慢的 酸性不行了 所以我 现在 在以后的 养的过程中 更 更需要 就是说 每年给它 增加这个酸性 看来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 确实长不好 但这个 果子很好吃 然后叶子 在秋天也很漂亮 你看这个 这一颗 也是 给夹了一圈 夹了一圈 这个 刚才配的土 肥土 然后呢 仅剩 仅剩两 两根 两片 叶子 最后一片 飘落的黄叶 红叶的 那 这个杆 都是已经 掉完叶子了 希望就说 通过这样呢 它们 能长得 好一点 兴旺起来 这个两颗 也都是可以 长到一米五的 现在 一米都不到 刚 三尺 最多三尺左右吧 就这样了 那好 今天 就先这样 就是我 趁着这个 冬初 现在天气 还不散太冷 还没上冬 实际上就说 刚刚上冬的时候 你也可以 这个 私家 上整个冬天 你都可以 任何时候 都可以 这样的 这种 私肥 今天就说 给大家 看了一下 我怎么 从这个配土 50%的 皮特毛 是增加 酸性 50%的 compost 是一种 是肥 腐质土肥 来给我 洗酸的 植物 几颗 一 二 三 四颗 杜鹃 和三颗 blueberry 他们实际上 对土壤的 酸性要求 最好是3.5到5.5 就比较 很偏酸的 那么就给它 又喂肥了 又增加了 就是说 提高一些 酸性 给它这么做了 原来也说了 就是其他的植物呢 你就用 全部用 就专门用 compost 也是这么一样 一个圈 给它扑上一层 两寸 六公分左右 就可以了 这样就说 第二年会长得还好 好 那这样 今天就这样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点击视频 右下 右边的订阅 button 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就这样 拜拜